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芊芊 你的育兒好朋友 嗨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神隊友 仁夫芊 今天芊芊跟仁夫芊要來分享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叫做天使之一 它是可以讓你聽到寶寶的胎心喔 像我們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不是都會拿他們的比較專業的那個超越波儀器去找 然後你就會聽到那個寶寶心跳 不動不動不動 非常有力的聲音 芊芊還記得我在懷第一胎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眼淚差點掉下來 就覺得好感動喔 但我那個時候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那時候還沒有胎動 要大概19週才會有胎動 那我就不知道說我的寶寶在我的肚子裡面 到底過得好不好 我就去買了 醫生的聽診器 就在那個醫生的那個聽診器 找我的那個肚子想說 嗯 我的寶寶在哪裡這樣 然後我從頭到尾就一直聽到 咕咕咕咕咕 所以只是我可能吃太飽常會在蠕動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還想說 啊 會不會是我寶寶在呼吸什麼 又很蠢 然後聽到它的時候呢 我還是還沒有用天使之音 因為那時候有點太忙了 然後很快就到了那個會胎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用胎動來判別說 寶寶它的狀態好不好 那到了第三胎 因為已經算是隔了兩年沒有懷孕嘛 又開始的那種就是覺得想知道說 寶寶好不好 我那時候就想說要買那個天使之音 結果呢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上網買 然後它就遲遲不出貨 我等待一個多月之後 它就跟我說 沒有貨要退款 那我想應該是因為剛好碰到疫情的關係 然後因為它是美國的品牌 所以你只能上網代購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說 好吧 那不然我們就來租租看賬 然後後來發現 買大概1600到1800 可是租只要150到200塊一個月 那我覺得租還蠻划算的啊 可能使用的時間不會到很長 到你的寶寶有胎動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去注意到胎動的狀況 就不一定會那麼頻繁使用胎心 所以我自己使用下來 我是覺得可以用租的 但是呢 跟我們一樣想法的人很多 所以就是建議要 大概你想要使用的前一個月 就要去訂購排隊預約 這樣子的話 就會比較早拿到這樣 然後呢 我們租到的時候 我一開始還很蠢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用 然後一直在那邊檢查半天 檢查半天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求救 我說我不會用 我不會用 救命 然後怎麼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我覺得男生好像真的蠻會用這個儀器的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主要 喂喂喂 弟弟嗎 弟弟 我是把鼻喔 直接跟他對話 我覺得它這個功能還蠻簡單的 旁邊呢 有一個開關 然後這個開關呢 說明的是它的音量 把它打開之後就可以開始聽了 它其實它的功能是仿照 產檢的 很像產檢的那個頭 對 它是超音波式的功能 所以就是用這個頭 跟這個遺體是這樣分開的 就是可以方便 這個放在旁邊聽 然後這樣在你肚子上面去找這個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看看 說明一下它的功能好了 打開了 看到它燈這樣亮起來 你只要在上面稍微有碰到 哎唷 就有聲音 上面這邊有一些功能 1的時候呢 我們要聽胎氣音的時候 然後2的時候呢 就是它可以幫你放音樂做胎叫喔 就給寶寶聽音樂的意思嗎 對 但其實他如果不想聽呢 他覺得很煩 就差了就差了就差了 這又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我要聽饒舌 他就會踢補一下這樣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這個3呢 3是可以就是做錄音回放 就是你可以把你聽到的那一段 胎心音的過程 哦 錄下來 然後4呢 4就是開始錄 就是你可以用4來錄這個聲音 然後把那個東西錄起來 這邊有一個按鈕A跟T 它代表的是就是平均的胎心音 跟瞬間的頻率到哪裡 然後下面這一個呢 就是剛剛講那個錄音的時候用 就是你按下去開始錄 然後再按一次它就停下來 它還可以插耳機 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聽得更清楚 耳機其實更靈敏 那這是第四代 第四代下面就直接有聲音出來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聽到聲音 對 那前幾代呢 可能都要另外再接喇叭 或是耳機之類才聽到 蠻方便的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變得很方便 然後這個愛心看起來好像有要幹嘛 那它其實不能按 所以也沒什麼功能 好 試用之前有一個訣竅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們要請我們的母體本人 先去散步走一走啦 然後你也可以喝一點含糖的飲料 走走路散散步 等一下呢 你在聽它的時候呢 身體翻轉過來 你也會比較容易找得到它卸掉的位置 是會有一點修哥害的衣服 可能是吧 那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開始 首先呢 第一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的肚子打開來 隔著衣服它是沒有效果的喔 就是像在去採件 你再用起來也嗎 不然我怕我拍起來會有什麼效吧 這好像聚合性餐檢喔 還有餐巾子 好 然後呢 剛開始的時候呢 建議會從下面 肚臍一下這邊來去找它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先摸摸看 或者是說 你自己如果有感受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大概它的手腳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目標是要找它的胎型音 一定建議要搭配一些就是 潤滑的油 然後像這個就是剛好就可以防潤沉的 那現在可以聽到這個 吼吼吼吼吼 像是有點像馬蹄的聲音 然後 吼吼吼吼吼 節奏還蠻快的 小朋友的心跳聲好像都比較好 大概在肚臍以下的這個位置 什麼 就是血流的聲音 大概在肚臍以下 還在血流的聲音 血流聲音 你看 試著放在這個旁邊的位置 三寶 起床囉 媽咪跟媽咪一定要來找你嗎 這邊很深邃 很像一個深坑耶 他剛剛腳在這邊踢嘛 那他的身體應該就在這裡 上屏 太多了啦 有種空穴來風的感覺 三寶 吼吼 剛剛有起伏耶 那是他大揮手或大踢腳 對 我剛剛肚皮有這樣子 三寶 媽咪想踢一下你的心跳聲 你的心臟在哪裡 爸爸 幹嘛 呼應你咧 你在講話嗎 裡面好玩嗎 是馬蹄聲嗎 對 你有聽到嗎 我有聽到很有力 很像馬蹄聲 你看一個小的那個 BBO跳球的聲音 對 上面顯示 是 剛剛有140 然後現在是113 終於找到啊 好感動喔 哇 是超好唸的 是一格而已 哇賽 現在現在在看 現在150幾 好像是他平均的心跳 所以 就走掉了 怎樣 這個馬是敲敲敲的來 敲敲的 剛剛那個超大聲 你們應該有聽到吧 所以我們今天 成功了 成功到達了 好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位置基本上還是在肚臍的下方 經驗上來說 寶寶還是大部分被位置呈現在 這個地方 好了 寶寶很健康 比那個 懷孕週數還大一週 然後呢 回去的時候呢 就想吃什麼就吃 沒什麼問題 我們下個月見囉 好 你是不是也知道意思嗎 耶 我們成功了 他本來很擔心說 拍影片的時候 會不會 脆毛 對 落產 還好 寶寶很給力 嗨 現在因為升到第三胎 所以其實我覺得做比較划算 但是如果你 升第一胎 然後你打算升第二胎 也打算升第三胎 那我覺得又買比較划算 然後平常在家裡啊 是想到的時候就來 聽一下找一下寶寶在哪裡 我覺得還蠻有幸福感的耶 而且剛剛很有趣喔 仁夫親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會 對 他剛剛跟我對話了一陣子 完蛋了以後 會不會就跟屁寶 欸 我就很愛講 沒有 他哥可以處理他 哥話很多 但是呢 有一個事情要提醒 寶寶跟媽媽 就是這一台天使之音啊 他其實是不能取代產檢的喔 他其實不是醫療器材 那他只是說 讓我們自己在家裡 可以多多的 聽到自己寶寶的聲音 記得 產檢還是電視要去 那所以啊 比如說到了19週以後 開始有胎動 就是我們 不要過於依賴 就是這個胎晶的機器 我們還是要去注意 寶寶有時候大概一兩個小時 就是會有胎動動作 這樣子才可以確保說 他的生命跡象是 OK的 安全的 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如果還希望我們分享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倩倩有IG 我的帳號是 CHINCHIN99 然後我的臉書粉絲團 叫做 倩倩育兒生活好好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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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倒 欲しい